白宫发言人卡尼说 奥巴马总统的任期迈入第六年 他的主要议题包括 解决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总统认为这个问题要花一年的时间行动 有时要和国会合作 有时则必须绕过国会 共和党人同意有必要扩充经济机会 不过他们说奥巴马总统挡了路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伊·布朗特 星期六宪发制人 就奥巴马国情咨文的可能内容提出反驳 奥巴马总统不承认美国人 由于他的政策而受到伤害 奥巴马政府的议程是创造更多的政府工作 扩大政府支出 征收更多的税入 带来更大的负债 这些导致了机会不平等的危机 在过去五年 这些政策不成比例的 尤其伤害了最贫困的人 共和党对总统国庆咨文的回应 将由女联邦中议员凯西 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发表 她对奥巴马联邦主义的拥护者提出批评 我们无法忍受华盛顿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 白宫则说 共和党人的抨击不但误导大众 而且忽略最近的历史 许多人由于经济大萧条之后 美国所遭遇最惨的经济不景气而陷入贫困 不过他们的经济状况 在奥巴马就任之后蓬勃发展 一些观察下预期 国庆咨文演说将让已经两极分化的国会 更快速地展开两党之争 在未来一两年里 联邦中议院所有的席位 以及三分之一联邦参议院的席位将面临改选 它至少可以预览政治线路之争 以及争议言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鲍曼的报道